好,32題這些問題,他問一下哪一個是正確的 都是兩個方法,一個方法是直接用所有微知數去計算 一個方法是代一些數字去看,去比較 我先講一個容易一點的,我覺得會代數字去看 感覺實在一點,沒那麼抽象 但這次我不能把A,B,C,D的部分逐個代,正正的代,很難看 所以這次反過來,我們是由圖代數字 我們先畫圖出來,在這裏 其實不外乎,我們要看斜率和Y軸截距 這個斜率是負數,我叫它負1 這個C是負數,也叫它負1 所以我作這條方程,Y軸MX加C,就是Y軸-X-1 再來整理一下,再直接比較這個 比較的樣子是,這裡加1等於0,後面也是加1等於0 所以直接叫A,就是X前的數字,1 B,Y前的數字,1,對這個樣子 所以A是1,B是1,就是AB都是正,所以就選A 這個就是把所有數字代算 第二個,直接計算 直接計算,其實不外乎我們看三樣東西 看斜率,看Y折距,看X折距 然後在圖上我們看到正負值 所以我們會是這樣 先看斜率 斜率,我們懂得怎樣看斜率 將Y等MX加C,用Y做主項 X前的數字就會變成-A over B 就是它的斜率 這種斜法是負數,所以-A over B是負數 好了,看Y折距 Y折距是怎樣計算的? 將X代做0,Y就是-1 over B 看Y折距是負數 所以我們知道-1 over B是負數 B就是正數 因為是正數,所以才能出負數 所以我們可以計算B是正數 把B是正數 在這裡看,也可以看A是正還是負 又或者不是,你看X折距也可以看到A的正負值 X折距就是代為Y做0 X就會出負1 over A 在這裡X折距也是負的,在這邊也是負數 負1 over A是負數,A就是正數 所以就會答案A 各位同學都看到兩個比較 這個技術含量比較多 因為涉及到正負值的運算 涉及到兩個微支數的運算 所以我覺得這種方法是略為可取 快、簡單